早晨,今早是2024年4月9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由博威环球政圈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凯温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今天大事有什么节点? 不单是港股,美股似乎有一个横行方向的状况 我们待会分析一下形势 另外,有息金属和资源类相关的股份 其实近日都是做好的,待会我们也会谈谈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现在先看看美股上日的情况 美股很淡增持,市场观望 今星期稍后公布的通胀数据 以及星期五开始公布的企业季度业绩 美股缺乏方向 独指轻微高开,升幅一度扩大到109点 收市要跌11点,收报38892点 标指微跌1点,收报5202点 纳指微升5点,收报16253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微升3点,欧洲股市做好 焦点科技股分明是个别发展 Tesla将为8月发布,自动驾驶、的士、Robotax 股价最多升6% 收市升埋近1% Meta破顶后要倒跌1% Netflix也是破顶后要倒跌收市 芯片股普遍向下,AMD微跌,NVIDIA要跌1% 比特币升近1% 重上72,000美元水平 交易平台Coinbase升8%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就是个别发展 腾讯、美团和网易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另外汇控再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 突破64元水平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均平均指数最新升超过200点 升幅大概0.5%左右 报39,562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上升14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升36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63点 和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向上升46点左右 恒指16,8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现在先和Thomas谈谈外围的情况 看到美股港股其实上日都是缺乏方向 美国今星期会公布3月份的CPI数据 现在市场预期 CPI按年数据会出现反弹 去到3.4% 2月的按年升幅是3.2% 核心CPI按年上升3.7% 较2月份的数字轻微回落 近日看到地缘政治紧张持续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虽然有机会停火 但是伊朗最近也有机会发动袭击 油价在高位持续 如果美国的通胀数据 真的好像市场预期一样 继续在高位横行 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落趋势 会不会令到减息的步伐会进一步推迟 其实也有这个机会在 始终美国的CPI如果不能够去3%以下的时候 我相信巴威尔也不会很安心去减息 我想最主要的考虑就是 如果真的在6月去减息的时候 万一之后地缘政治局势倾向上紧张 油价不会下跌的话 变成通胀会进一步加剧升温 到时似乎在货币政策会做得比较困难 相对现在继续维持着利率不变的时候 变相对于联储局来说 其实会有一个弹性在 万一真的通胀不如预期地在一个大幅升温的状况 其实也可以重新做一个加息的安排 以至到令到通胀降温 始终对于美国的通胀或环球的通胀来说 从俄乌战事开始 一直以来都是一些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以至推高环球物价指数 现时我们的焦点会落到尾巴的冲突 好像Wendy所说 似乎在和谈有这个迹象 因为始终世界中央厨房出现了这个事故 始终令到反对以色列继续开火的声音 是会比较强烈 这个也会令到总理内塔利亚湖的压力更大 甚至当地人也有提出要求提早大选的状况 所以对于内塔利亚湖的政治生涯受到影响的时候 它迫使它会有一个考虑在 所以隔晚来说也开始在金价有一个反复的表现 这方面可能令到金价短期也会有点疾爱 对于美国的通胀暂时仍然有一些变数 现时来说6月份加息利率期货反应的几率 已经是低过六成 所以如果CPI的数值是再次升温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那个几率会跌到五成十物货是更低的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我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昨天就是北水假期后回归 但是港股就继续在缺乏方向 恒指微升8点收市 昨天是低开73点 之后一度是跌143点 之后最多是升171点 收市就是微升8点 收报16732点 国子收市就是升5点 收报5868点 科技股指数收市跌6点 收报3444点 大市交投回升 全日成交增加到998亿 较之前一日增加了3.5% 北水是陆德淨流入的 昨天流入的金额就是47亿5千万 淨流入最多是中国移动 昨天有4亿5千万 腾讯有2亿6千万 小米有2亿5千万 淨流出最多是中芯有2亿5千万 横能国电就是急升一成 有1亿2千万的北水证出 我和Thomas聊聊大市的情况 连续两天其实看到上落 都是个位数字的 没有什么方向 不过昨天就北水回归 看到成交就升了 这个星期其中一个焦点 就是内地公布的通胀数据 2月份的数据 预期是会回升的 2月份的市场 即那个数据是有回升的 1月份的时候 按年跌0.8% 2月是升0.7% 现在市场预期 未来公布的3月数据 就会继续是正数通胀 不过升幅就会由2月份 那个上升0.7% 就是收窄到0.4%左右 至于新增贷款 就最快有机会会在今天公布 现在预期就有3万5千 到3万6千亿左右的水平 比起2月份 新增贷款增长1万4千亿左右 就有一个大幅的增长 如果上述两组数字 包括那个通胀 是符合预期 是会回升正数 第二就是新增贷款 符合市场预期 即是比起2月份 有一个比较大的回升 能不能够带动港股做好 有没有机会突破 现在大概在16500-17200 那个上远区间 如果看上年2月和3月内地的通胀数据 分别是1%和0.7% 所以看到3月份的时候 通胀稍微有回落 导致到现时的基数上稍微低一点 所以现时去看仍然是录得正数的机会 都会比较高 但始终0.7%算是一个比较高的基数 哪怕是由1%到0.7%是一个回落的状况 所以变成市场的估算的时候 亦都倾向上是保守的 即是上个月是0.7% 但不够了 今个月仍然是估回0.7% 或者是一些更加进取的数字 所以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0.4%这个数我相信 都是会达标的机会是会比较高的 另外就是新增贷款的状况 我想就是春节假期之后 以至到清明那个节期 其实也是那个消费有一个带动 令到那个贷款的需求有一个增加的趋势 也都考虑到来后有五一黄金周 下半年来说一般经济活动都会比较强 那个贷款需求也会增加 这些数据都是会市场的解读 倾向上是内地的经济表现 逐步有一个跌入街景的状况 所以令到恒指来说 的确具备了一个上升的诱因 但是我想还要留意到底市场的反应 因为始终大市成交额 近这几个交易日都下跌到1,000亿 如果成交额不能够到1,200亿或以上的时候 要突破17,200点 相对上仍然会有一个难度 是的 Thomas你可以先喝口水 昨天成交有回升到900多亿 之前那天是比较少700多亿 不过上星期五的情况就是北水未回归 昨天就是内地的清明截场价 其后首有回归 所以看到本港股市的成交是有一个上升的状况 不过未来是否会继续保持到1,000亿左右的水平 就要再观察住 跟Thomas聊天的电力股的情况 昨天是大幅做好 跑赢大市 譬如华能升了一成 上市五元关 华电也升近7% 挑战52周高位 其他像大唐那样都升8% 现在看到数据说到 中电联预浴测 2024年即今年的夏季 耗电高峰期间 有可能是近年全国的电力工需最紧张的时间点 预计到时电力工需的格局 会对市场化交易的电价提供支撑 去年内地有热浪 多个地方夏天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 另一方面 市场的煤价仍然有下行的空间 银行证券说到 5500大卡动力煤 去年全年跌了超过20% 而今年至今的数据仍然是向下的 看到昨天的电力股普遍做好 看到煤电股的升幅 其实是大过新能源 例如836或2380 有做新能源有到传统能源 那些纯粹是煤电股份 升幅是跑赢的 你如何预视电力股的走势 这个板块 是否能够同时受惠中特股的概念 如果只是看电力股的消息面 当然会有利好的状况 另外一方面 也看到油价持续地升 这个会带动电力股的做好状况 下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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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